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灣阿嬤的芭比時代 大家一定聽過一句話 開門七件事 彩米油鹽醬醋茶 從這個比例上面來看 醬醋茶佔了三項 所以呢 可見它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重要性 而醬醋茶呢 是屬於飲食生活當中的 不可或缺的調味品 那麼我們的生活當中 除了這些調味品之外呢 也許在當今 還有各式各樣的調味品 基於現在大家在飲食觀念上的 以及飲食安全上頭的注重 也許有一個項目的調味品 是我們許多人既愛 又怕受傷害的一項調味品 那就是味素 是的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加常調味料呢 就是味素 或者有時我們也將它稱作味精 其實味素的發源 來自於一個非常加常的料理 湯豆腐 當時是由東京帝國大學的化學教授 從小池田菊苗先生所發現的 而池田先生從小就對湯豆腐的甜味 十分的好奇 1907年時 池田教授發現了 昆布當中的化學成分 古鞍西鞍 就是使湯豆腐的味道更加甘甜美味的一個關鍵 因此池田教授便和當時的林木製藥所合作開發這個商品 並於1908年取得專利 將這項新調味料取名叫做味之素 而日文發音叫做味之素 繼而開始將這個調味品商品化 並且展開販售 或許其實大家對於味之素這個品牌 並不陌生 時到今日 我們現在仍然可以在電視上經常聽到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味之素 那麼味之素是何時進入到台灣的呢 根據日本味之素的官網所記載 在1910年5月在台灣設置了特約商店 但是我們從台灣報紙的廣告文獻當中 可以發現 在1909年的8月 台南已經有一家名為萬貨商會的特約商店 開始販賣味之素 廣告中 甚至宣稱味之素比鑑魚、昆布 還要更美味50倍呢 而官網當中所提及的1910年的特約商店 所指的應該是月之商店 據說是因為月之商店的員工 到了日本、東京進行蜜月旅行 而他們住宿的飯店剛好在味之素本店的附近 於是被本店門口的廣告所吸引 進入了店內 從此打開了味之素在台灣流行的序幕 也間接開啟了味之素進軍中國的道路 從當時的報紙廣告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味之素受歡迎的程度 在1920年代 味之素甚至於在中國進行廣告戰 為中國所打造的各式各樣的廣告當中 不僅有中式打扮的男女 還充滿了中國的元素 而這些廣告也被拿回台灣使用 刊登在台灣日新報的漢文版上 接下來我們看看一則1928年的味之素廣告 是一則充滿中國元素的廣告 這則廣告以三個漫畫的方式呈現 圖中是一位正在吵架當中 互看對方不順眼的夫妻 第二格當中餐廳的廚師說到 因為吃了加了味素的菜之後 接著就看對方可愛了 覺得對方是不可或缺的 然後最後的結論是他們就和和睦睦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另外接下來的是一則1934年的漫畫風的廣告 也是十分的逗趣 甚至於可以說是有些誇張 廣告當中說到味素是八方美人 其實八方美人這一詞 原來是說一個人八面玲絨面面俱到 可是這個詞用來形容味素 我想應該是意指它用途廣泛 能夠滿足人們不同的需求和味覺的要求的意思吧 這個廣告當中說到吃素的人一定要用味之素 旅行登山者也總是攜帶味之素 食欲不振的人如果不用味之素的話就太傻了 而味之素甚至於能夠達到節省時間和經費的效能 同時它也是家中廚娘和負責料理飲食的 仆人們的好幫手呢 另外這則廣告 廣告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則十分顯目的文案 鬥智來自於食欲 日本的味道 使用味素能夠食欲旺盛 精神抖擞奮奮戰中的日本軍 這則廣告文案試圖告訴讀者 使用味之素能夠帶給健康和精神上的各種好處 圖中搭配從事著各項體育運動的圖 圖中有人正在跳水 有人從事鞍馬 有人從事馬術 跳遠 游泳 甚至丟千球 跨欄等等 這些運動當中的圖 充滿著躍動感 彷彿是說 使用了味之素之後 人們就能精神百倍 體魄強健 甚至能夠從事十分專業的體育項目 還有什麼樣的場合 可以用到味素呢 我們可能很難想像 它曾經作為年節馈贈的人氣商品 時間來到1921年的12月 在台南新報上面 幾乎每隔兩三天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則味之素的廣告 這樣子的放送頻率 堪稱強力放送 在文案當中 特別強調味之素的普遍性 受歡迎程度 以及在增加料理風味上的方便性 時間就是金錢 在繁忙的歲末時節 味素是潰陣的最佳選擇 再來 將來 未知數一定能夠 遍及全國上下 家家戶戶 另外 還說到 現代家庭的必需品 家庭主婦的心頭好 更甚者 只要用過一次 就會因為它的方便性 而愛不釋手 此外 未知數也被賦予了 實用功能性以外的消費意義 也就是作為進步文明的象徵 例如 這一則廣告當中的文案 就以進步一詞作為標題 並以粗黑字體強調 是否引起讀者的注意 文案內容中強調 不分男女 不可守舊 有未知數而不用 人用舊式料理 絕對是不能與時俱進的 這意味著 位數具有新和進步的意涵 再者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廣告文案當中的視覺意象 是一個閱讀中的女子 是不是很像時下流行的 圖文不符合的概念呢 圖中的女子 穿著改良式的旗袍 高跟鞋 用一種優雅賢式的 從容姿態 進行閱讀 未知數 將女性帶出廚房 脫離料理家式的束縛 進而能夠從事 追求知識的活動 這樣的連結 怎不能打動當時 新女性的心呢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 各種廣告的行銷方式之外 未知數公司呢 還舉辦了送獎金 送獎品的促銷活動 例如這一則1927年的廣告當中 可以看到 當時候未知數公司 為了推廣未知數 而力圖推陳出心底 推出了包裝精巧的小罐未知數 於是舉辦了一個買小罐包裝未知數 就可以參加抽獎活動的廣告 廣告當中寫到 贈送10萬元出售 也就是獎金獎品的總額高達10萬元 10萬元可謂是 不惜重金的一個宣傳投資 廣告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活動地區除了日本內地 以及台灣之外 甚至於還遠到朝鮮 滿洲、華泰等等 日本的政治勢力所及之處 另外 同時 民間也層出不窮地出現了 山寨版的未知數 雜牌未知數 可以想見未知數 在台灣的受歡迎程度 例如有一些未知數的山寨品牌 未知新、未知富、旭味 這些名稱呢 企圖以一字之差 來誤導消費者 或者是說來吸引消費者的注意 未知數從日治時期開始 以它的功能性以及各種形象和意義 進入到台灣庶民的飲食生活當中 而台灣人對未知數的熱愛 甚至於持續到戰後 戰後初期 有不少台灣廠商 趁勢設立了未知數工廠 但是這當中消費者最難忘的 仍然是未知數 所以未知數的走失事件層出不窮 使得台灣廠商必須要設立工會來自救 政府也因此實施了嚴加取締的行動 現在我們在台灣仍然可以看到 各式的位數品牌 比方衛權、衛王、衛丹、晶晶 都是我們耳熟能商的品牌 但是這些品牌的包裝和花樣、圖紋 跟未知數是不是十分的相似呢?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 未知數對台灣的影響是多麼的深遠啊 除了未知數之外 另一個影響台灣庶民飲食味道的 就是味噌 在台灣人的飲食當中 味噌或者是味噌湯是很有親切感的 可是味噌傳入台灣的時間 幾乎與日本時代同步 在1938年1月份 無形容日記當中所提到 他經常穿著和服 喜歡吃澤安 所謂的澤安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煙蘿蔔 喝味素汁 其實就是味噌湯 吃赤生 赤生就是生魚片 並且以日語交談思考 另外,吳欣榮 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 《我的內台生活之交流》當中 也提到 因為小孩子非常喜歡喝味噌湯 所以早上除了吃台灣粥之外 也會食用何時的味噌湯 吳欣榮提到的味噌 最晚在1930年代 已經出現在台灣都市人的家庭餐桌上面了 雖然對台灣人而言 他們只不過是一種調味品 跟日本人將味噌當作家庭的味道的飲食經驗 其實是不太相同的 但是因為味噌的味道和台灣固有的食材 豆醬很類似 而且能夠和台灣其他的食材 進行搭配與融合 以至於經常被當作是台灣人日本化生活的象徵 但是味噌仍不免遭遇到來自傳統的抗拒 特別是在1940年到1945年的戰爭時期 因為食物配給制度的影響 味噌、柴魚等日式食物 經由配給制度更加普及到城市人家的餐桌上面 於是引起了部分台灣人對於日常生活當中 被迫日本化或者是黃明化這件事情 感到擔心、焦慮 進而產生抗拒的心理 他們不認為味噌是台灣人的食物 或者台灣人家庭當中不應該食用這些食物 作家吳卓流 在他的《先生媽》一篇文章當中 就特別嘲諷到那些在早餐時吃味噌湯 而不吃油條的黃明化台灣士生 也藉著小說中的主角《先生媽》 拒絕喝味噌湯這樣的日式早餐 來凸顯當時候台灣人透有飲食生活 對日本化的一種抵抗 關於舌尖上的心滋味、味素與味噌 就先介紹到此 想給大家一個小小的課題 就是來觀察觀察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除了味素、味噌之外 是否還有哪些已然實意為常 但是卻是有著有趣聲勢的味道呢 那麼我們下個單元再見囉 我們下個單元再見囉 我們下個單元ernen устить接觸的呼籠